在嘀咕什么 什么人 严局 你怎么在我的冰晶宫 哎哟 阿兵 我等你等的都累了 你这冰晶宫也太冷了 谁让你身子闯入我的冰晶宫 有没有魔法 扔树 我担心你 来看看 干嘛发这么大屁 随便拿小兴帮巴西的交扣 好 小兴好委屈 你来干嘛 我怕你误会我带胖胖和小毒走 是针对你 我真的只是遵循灵晰哥的规定 你以前也未来灵晰哥 是能理解我的吧 手把灵晰哥压你 阿兵 你太紧张了 我得帮你放松一点 叶罗莉魔法 莫输笔 干什么 阿兵 你太紧张了 快放我下来 遵命 那我放你下来了 叶罗莉魔法 莫输笔 闻好笔墨 挥洒风情 山水轻描 红颜世边 敬请享受吧 这是什么怪东西 你要干嘛 快放开我 严峻 快放开我 怎么 不舒服吗 那换个锤打模式 阿兵 这可是人类放松的好东西 全自动按摩引力 人类没有魔法 还挺会发音的 不喜欢这些机械的发音 哦 你不喜欢机械的呀 确实少了点诚意 还是我亲自来的 好 力道合适吗 你不必活我开心 我是个损伤生命的罪人 我以后 都会夜夜哭醒来 这正是我所开心的 外表冷落冰霜的阿兵 我知道 你的内心其实是晶莹易碎的 我担心你根本独自承担不了 这样毁灭世界的决定 我想提醒你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人类的这场冰雪 你真的想好了吗 后悔 我也不知道 若我不降下冰雪 我可能会更后悔 见识无论 叶龙丽无法 这场冰雪之下 人类世界的生命能够 都将被冰雪覆盖 无法迷转 我困了